记者刘雨庆 澎湖报道, 澎湖县政府警察局不仅治安成绩亮丽, 由公关科长高敏郎、行政科长林本一组队, 跨海参加警政署捉球赛勇夺首长组冠军, 更重要是后继友人, 今年总统教育奖得主胡锡国中九年级许名非同学, 本身也是捉球好手, 未来志愿从景, 今年内政部警政署庆祝警察节举办第39届警察节捉球锦标赛, 澎湖县政府警察局行政科长林本一, 公关科长高敏郎, 二人为前后任公关科长默契十足, 在首长组过关斩将, 由九个队伍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今日最终获得首长组冠军, 创下澎湖县警察局历年来参赛最佳成绩, 另外今年总统教育奖选拔, 教育部公布结果, 鹏湖县推荐代表胡锡国中许名非同学脱颖而出, 将于7月6日赴台北接受表扬, 就读胡锡国中九年级许名非同学, 就读小医时其父亲因病住院, 在父亲赴台就医时, 随行照顾父亲, 请长假一个月在医院医部解带陪同照顾, 小小年纪勇敢面对父亲的病痛, 其耐心毅力值得加许与奖励, 许名非同学不因环境差生活困苦而失智, 在学校仍积极主动参与学校桌球社, 代表参加澎湖县桌球比赛都有很好成绩, 同时也具有领导能力, 乐观进取,会照顾弱势同学, 虽然年纪还小, 但知道自己生活环境, 生活条件不如别人, 仍积极认真学习, 加入志工服务, 深的老实同学赞许, 并立志考警校, 未来真的如愿加入警戒返乡服务, 鹏湖县警察局桌球优秀传统也得以延续。